哈萨克最近燃料的价格飆升 引发民众不满了数千人上街抗议 要求政府下台爆发警民冲突 哈萨克当局也已经逮捕了200多名的资氏民众 由于哈萨克民众大多使用价格比较低的 液化石油器当作汽车燃料 但是政府今年取消了液化石油器的价格上限 市场价格马上飙涨了 引发全国各地抗争 甚至有示威者放火烧警车和政府机关 哈萨克总统托卡叶夫今天宣布 第一大城阿拉木图还有产油的西部省份 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 同时托卡叶夫也在今天接受了内阁总辞